看看新闻网 来度过生日呢 我们来看看 在《红高亮》中 他演的是周迅的初恋 在即将播出的《芈月传》中 他又是孙丽的青梅竹马 你为何要对我这样好 因为月儿值得我对你这样好 生死气阔 女子沉睡 我跟孙丽第一次合作 但是合作起来 非常的有默契 没错 他就是当红小生黄轩 最近黄轩正在上海拍戏 在30岁生日这天 他特地向剧组请假 来到上海市区的移动公寓里 他这是要做什么呢 我今天是来当快递员 原来黄轩当天 被安排了一项特别的任务 帮助一家公司 把商品送到客户手上 虽然作为演员 黄轩已经体验过了不少角色 但是当快递员 还是30年来头一回 有点紧张 那毕竟是陌生人嘛 我也不知道合适谁 到了客户家的楼层 快递员黄轩同学 却犯迷糊了 瞧瞧他找门牌号的前置吧 真的连门都找不到 那边 那边 这里 这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们的黄轩终于找到门了 不容易啊 你好 我是送快递的 等一下 谢谢 他也许没有穿衣服 你好 你好 您的这个 今天是黄轩 你认识我吗 认识 真的 开门的不是怪大叔 也不是熊巴巴的大婶 而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看吧 黄轩乐的 都不会正常聊天了 今天是我正好30岁的生日 然后我借着这个机会 我看不出来 你多少岁 我不知道你 而事实上 为了感谢黄轩生日当天 特地请来帮忙 周围的工作人员 也为他准备了惊喜 送上了大大的生日蛋糕 吹蜡烛 许愿 不知道三十而立的黄轩 会有什么特别的生日愿望呢 希望能够一如既往的安静吧 心里能一如既往的安静平静 据黄轩透露 2015一整年 他的工作已经排得满满荡荡了 接下来 无论是大荧幕还是小银瓶 我们都会越来越多 见到他的身影 当红小生 晋升一线大咖什么的 恐怕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系列在线上还开放不到 其实黄轩 他的很多人物形象 我们已经非常的认可了 刚才送快递这个过程当中 女房东 女房主 安排得好像稍微有一些刻意 显得过分的美貌了一点 不过没关系 不影响黄轩2015年 在我们电视屏幕 或者大萤幕上 有更多的出彩的表现 对 对